为迎接温馨五月母亲节 园林镇公所五日在太平洋餐厅举办 园林镇101年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现场来自镇上43位母亲及子女 共同参加场面温馨 感谢我们的圣星会来协伴我们 感谢我们园林镇我们林主席 还有我们的国科长 所有的科士一起来努力帮忙 办这个模范母亲的表扬 我们为了纪念鼓励更多的模范母亲 教育优质的下一代 我们举办这个模范母亲的表扬 希望床城优良的模范母亲的美德 也让我们模范母亲 教养更多的伟大的下一代 从有些单亲的有些贫苦的家庭 渐渐的把一个家庭稳定成长 让我们社会多了一些稳定的力量 我们感谢这些母亲的伟大 感谢伟大的母亲 我们圣星会能够办主办这次 园林镇公所的表扬模范母亲 我们非常的高兴 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谢谢 非常感谢严林镇公所 办这个模范母亲表扬 本人可以得到模范母亲 我非常欢喜 今天就是可以得到模范母亲 来来来感谢先生 来跟家庭 也是这些孩子 在背上大家都很成功 我做妈妈的角色 就是把家里 够好 把孩子够好 让他不幸福 有自由 感谢公所 这么多荣誠 办这母亲节的表扬 非常感谢 我也很欢喜 祝福天下 所有的妈妈母亲节 大家的快乐 园林镇长张景坤表示 此活动是园林镇公所 及圣星国际统计会 共同举办 为感恩表彰所有母亲的辛劳 并颁赠奖牌 精美礼品 给每位模范母亲 以表达最高的敬意 公益频道张华允 园林采访报道